这里是流浪动物中途之家 也是充满怀旧感的咖啡馆 走进浪浪别哭在台中的分店 可以与浪毛孩来一场轻松的约会 以一顿饭的时间 用爱让他们不再流浪 宣导领养不弃养这件事情 并不是只有在台北做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应该要全台湾都一起来响应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第二站到台中来开店 因为也希望台中中部这部分的人 然后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很近距离的可以接触流浪动物 其实我们之后也有在去高雄或是东部 就是在开店的计划 因为以往可能大家都是透过看照片 然后或者是去宠物店购买的时候 完全也是可能凭长相 然后或者是很短的时间去决定要不要带这只动物回家 但是其实因为动物跟人一样都会有 都是有很独特的个性跟习惯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呢 然后他们很动物是很自在的 就是在这边生活着 所以我觉得比较可以在这边看到他们比较真实的个性 然后也没有压力的空间 然后大家近距离的去观察 那比较不会说到时候领养回去以后 发现这只动物除了长相以外 跟自己想象中有差太多了 然后进而造成退养这样子 马跟欧文其实是台中一个爱妈 然后在网路上看到有一个高雄那边的工地 那边的一个民众在求援 然后说这个工地就是即将要开始施工了 然后有两只才一个多月大都还没有开眼的小狗 然后在那边都快要病死都快要饿死了 所以他就是去把这两只欧文公欧马接到台中这边来 然后后来我们这边因为有小狗狗受养出去了 然后就再重新接狗进来 那欧文欧马因此就从那个爱妈那边来我们这里 等待领养这样 未来浪浪别哭希望能够拓点到南部与东部 让领养的观念深入全台各个角落 为更多的浪浪找到回家的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